欢迎您再度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在高雄有一家专卖料理好的熟食菜店 也是好多高雄人的第二个厨房 来这边买个几道菜回家 煮一锅白饭 就是丰盛的一餐了 历代老板本身精通中西餐 在早前也带过了台北许多的大饭店 首益堪称是一级棒 也就是这样子 这个饭店等级却是一般餐厅价格的美食 特别的受到掏客的欢迎 还曾经被日本的美食杂志 评选为亚洲的最佳餐厅之一 那么餐厅的第二代 也就是老板的两个儿子 都在国外留学 而且读的是餐饮管理 现在就带着新的管理观念 回家来接棒 让自家美食可以与时俱进 兼顾品质与老口味 所以这个年营业额 居然从父亲本来手上的八千万 到现在做到了年收入 高达了新台币两亿多元 在高雄的餐饮界 已经缔造了传奇的记录 肉要先炒 现在油菜才会香 水太久的烤鱼 不会清脆 肉末雪里红炒得清脆爽口 工作厨房里 老师傅邓文玉 卡丘溜辣火力全开 热锅里精彩丰富 赶着替高雄人准备丰盛的晚餐 然后另外夹一条黄鱼 要有一点汁 好 鱼有另外一桩 后厂正在墙墙棍 前厂也已经滚墙墙 接近下班时间 婆婆妈妈们和上班族 已经赶到邓师傅的店里报到 瞄准心头好 内用外带都要满足味蕾的渴望 看似一般的传统自助餐店 但其实每一道菜 都是家常菜品的精品等级 我觉得他们的菜都是像大厨餐厅的菜 就不是一般的小餐馆的菜 所以我们很喜欢来这边买便当 一个礼拜对起码有三到四天 在这边吃饭 因为真的是我家的厨房 每一道菜都好吃 餐台上琳琅满目 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 而其中招牌菜是这一道 闪耀金黄色泽的干烧猪脚 它有嚼劲 而且它的味道特别的香气 特别的好 所以我每餐到这边来 我一定要点它的主角 一般是会有油 它没它会会温暖 会会Q 对 色香味都有 对 真正好吃 所以我们在宜蘭总共来吃 来吃来吃 把外地人钻成西来高雄的迷魂猪脚 其实费工耗食 每天一大早就得上工 才来得及赶上第一波午餐人潮 年轻版的邓师傅 邓文玉的大儿子邓志亭 早上八点不到就忙着前置作业 猪脚要仔细清洗 还得帮猪蹄去脚脂 卢不奈的死蹄才不会影响口感 出身电载大厂 卫生是第一考量 每只猪脚尺寸都挑选两斤以上 才切成相同规格 卤制需要的时间和熟成度才有一致性 如果你有两斤以上 那个肉才会有一块那个肉比较暖 那一块肉很暖呢 很多客人喜欢吃 它在卤的过程中它特别容易入味 所以很多客人吃猪脚中断的部分的时候 除了吃皮之外 重的就是吃这两块肉 胡椒粉盐 桂树八角 姜 葱 辣椒 甜面酱 辛香料先放锅底 大把青葱垫背 接着猪脚开始叠罗汉整齐排列 猪蹄比较多筋 那猪蹄多筋的时候 就会卤得比较久一点 第一段我们在卤的过程 我们希望它在最下面 我们的猪脚要先排好 不是为了美观 而是排的过程中 因为你排得紧密 所以当你火在滚 火在烧的时候 汤在滚的时候 它可以更容易的腌到最上面来 大桶的卤波 如果说有很多汤汁的时候 我们在卤东西 那个肉的鲜甜味 通通都跑到卤汤里面 所以我们用少少的水 把这个东西卤透 卤烂了以后 卤软了以后 那它这个汤汁会全部都 还是会回到这个猪肉里面 台湾不太常用的干烧法 是邓志廷的父亲在香港学到的绝活 据说是以前御膳房的鲤肉技法 不像一般的大锅汤汁泡煮方便 干烧法水量少 更注重火候控制 要避免烧焦 每半小时翻锅一次打风吹 否则容易风吹一溃 我们现在要翻锅了 我们卤汁没有淹过那个猪脚 所以你会希望说 它在受热上面还有吃味 味道入味上面来讲会均匀 所以你上下要对掉 没翻的话就会有 我们讲的蝴白龙棍 就是上面都是白白的 下面都是黑黑的 猪脚下锅打得火热 丁玉头前一天先淹过盐巴 每一只一斤重 比拳头大上两倍的巨无霸 鸡腿也准备增长 肉比较紧实 光要靠卤 卤到完全入味 会有一个困难 所以你需要先淹一点盐 让它本身肉的中间会有盐分在里面 蒸汽大锅里应运的是 邓志廷用鸡骨 老母鸡 猪大骨 熬制的原味鸡汤 要让鸡腿肉在卤制过程中 依旧保持鲜美 用水的话 你鸡肉的那些鲜味就跑掉了 都跑到卤汤里面 骨包里面的话就是甘草 橙皮 草果 八角 月桂叶 然后红麴米 红米 就是一般我们在做红麴 然后丁汤跟那个肉桂 那那个红米的话 就是希望它颜色稍微鲜红一点 对 它是天然的 大火沸腾后 鸡汤从原本的金黄 熨染成为龟粒的粉子 要替鸡腿上色 成为名副其实的玫瑰油鸡 这天然红米的色泽 太过夺目吸睛 还曾被客人怀疑漂亮得太假 他就说你们那个 为什么你们卤东西的颜色 都那么漂亮 是放色素吗 福里他们自己酿的那个玫瑰酒 他们是用玫瑰滑瓶 下去酿的 那这个东西它就会比较 它会比我们原本传统用的那个玫瑰鹿 这个玫瑰味会更重一点 我们盖子盖上 然后就把火关掉 然后用焖的方式下去让它泡熟 好 那这样子的话 那个肉的那个组织纤维 才不会收缩的太快 那肉吃起来才不会硬硬彩彩彩的 卤猪脚 卤鸡腿 搞得这样搞刚不嫌麻烦 全都是邓家卤菜 让人一吃着迷的细节工夫 37年次的邓文玉 出身三峡农家 国小毕业就跑到餐厅当学徒 待过台北许多早期的知名饭店 中餐 西餐 法国菜都拿手 将近三十年前到高雄创业开餐厅 做的就是各式卤菜和牛肉面 大饭店的手艺 一般餐厅的价格 吸引了一票死忠粉丝 还曾入选日本杂志推荐的 亚洲66家特色餐厅 和观光局评选的台湾百大餐厅 卤菜专门店也从小小的一家 扩充到现在全高雄有九家分店 所以说 菜专家每天都是战战兢兢 四十年经验 资深的邓师傅每天战战兢兢 而年轻的邓师傅也很认真 邓志廷和弟弟国中毕业后 就到加拿大美国当小楼学生 大学念的都是餐饮管理 本来准备在国外发挥专长 在父亲的征兆下回台湾接榜 从小看着父亲在厨房忙碌的样子 邓志廷原本不想走上传统的中菜路线 但经不起父亲的召唤 还是决定带着在国外学到的管理概念 想替自家品牌做改变 回自家厨房从洗碗开始学起 我在做学徒的时候 我跟他们学 我永远很多问题要问 沙耶为什么这个是这样子 沙耶为什么这个要弄这样子 那老师傅都会回答你 我做二十几年就是这样做 你问这要做什么 他就这样一句话就回绝你 我就开始很认真的去 把所有的为什么 问不到答案的我自己去找答案 所以爸爸也是感觉派的 对 其实所有的厨师都是感觉派的 当你感觉准的时候 你靠你的感觉我们OK 可是你也会有一两个师傅来的时候 他们是感觉很不准的 但我们要把这种状况排除掉 不同于老一辈的厨师跟着感觉走 邓志廷喜欢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 然后从中找到规则 做标准化统一品质 我们传统是只有加冰糖 那加冰糖的效果就是说 冰糖会让肉比较紧实一点 所以我们煮起来那个等一下我们吃那个皮的时候 才会有那个Q弹的感觉 现在不吃那么甜 我们现在不吃那么咸也不吃那么甜 所以光如果全部都加冰糖太甜 所以我们就用一点麦芽糖做取代 冰糖减半归纳出火候大小和翻锅次数 造就着口感滑顺 色香味俱全的超人气干烧猪脚 而小火焖煮45分钟的玫瑰鸡腿 也在不断尝试错误中得到最完美的操作数据 最开始有泡30分钟不熟啊 有泡30分钟不熟啊 你有泡一个多小时就发现好像太烂了 做厨房很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 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尝试 如果有的话就把他做起来 就把他这样做起来 这样就跟郭先生说 哥哥在厨房坐镇改进细节 弟弟邓志佑则负责行销和管理 展店做中央厨房 把所有食材来源和检验报告 公布在网页和每家店门口 要让顾客吃得开心也安心 把中菜当作连锁素食店一样经营 很辛苦 尤其是看到我爸爸他们以前做的方式 我觉得这种东西要做很长久啊 做得要做得很很有成就 好像感觉是很困难这样子 然后我其实是后来去国外一些公司上班啊 然后去念完书以后就说 有不同的方式来做这种经营管理的时候 才觉得说其实我们这种老店 也可以做一个重新的一个更新这样子 新的管理最终都是要做出让人满意的老口味 既于下锅小火维持120度 酥炸两小时又是经过数据量化 工序省不得的工夫菜 油温够了鱼就下鱼 油温够了鱼下去火就关掉了 让它小火慢慢的炸 那我们希望说炸到整个都透 包括里头的骨头都会酥脆 所以它到时候我们的鲸鱼是整尾都可以吃的 葱要炸过之后它的香气才会出来 葱的香气 生的生葱香气跟炸过的葱的香气是完全不同的 炸过的是香不会呛 两小时后炸到酥脆的鲫鱼 加入炸过的青葱 酱油 水 冰糖 继续红烧一小时 让鱼肉吸附汤汁和葱香 又是一道饭店级经典江浙菜 靠着这一道道的超级好料 外带宅配加年菜 从小邓兄弟俩回来的八千万年营业额 扩充到现在营收破两亿 你们两个赤巴里有满意吗 现在满意吗 对啊 未来他们希望这高雄人的厨房 也能成为全台湾人的厨房 希望能跨出去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高雄 那我们希望说我们 接下来的目标是到台北去开店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年轻邓师傅在传统中加入新方法 在复杂的烹煮技法中找到规则 观念做法与时俱进 两代邓师傅的新时代老味道 肯定会继续飘香 好几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